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violet 也是我们类型修饰符的最后一个关键字 那么这个关键字呢 首先来说我们先说一下 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内存存放位置的修饰符 它实际上它操作对象是什么 是编译器 也说实际上是一个告知编译器 编译方法的关键词 或者编译方法的什么关键词 那么这个告诉编译器什么编译方法呢 其实就是告知什么编译器不优化编译 那么不优化编译怎么去理解它呢 那这个呢一般来说violet的使用呢 都是跟地址关系比较大 或者说在我们的嵌入开发中 跟硬件打交道比较多 在传统的那个应用开发 或者是大家做上层开发中 你几乎是看不到这个关键字的 但是如果说涉及到嵌入式底层 或者是驱动开发 或者甚至单片机开发 那这个关键字应该是用的非常非常多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个 举一个小例子 这个例子因为后面还会根据我们的指针 还会再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不优化 什么或者是优化什么概念 好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呢 呃定一个代码 INT A 当然这个A呢 我们现在就假设是一个键盘 啊就是我们外面的一个键盘 他在没按下之前呢 可能等于100啊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要等他按下 什么叫等他按下呢 那么也说我要一直等 怎么要等A 我一直等他等于100 对不对 当他不等于100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往下走了 对不对 好我们加个分号 这样的话呢 这个循环是不是在这一直等待 对不对 然后我们如果一旦按下过后 我们执行我们的 比如说叫LCD 啊这样的命令 好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啊 那么这个逻辑呢 这是C元 那么真正在我们的硬件中 怎么实现呢 那么首先 我们要想 呃 呃这个地方先这样看啊 A可能之前已经复制100 因为是硬件啊 那我们怎么看 我们首先来说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做 我们用方括号A 代表啥呢 代表A的地址 好吧 A的地址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汇编语言 简单的写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来说 我这 从这一行怎么来看呢 我要想A和100进行比较 我是不是要先读出A 对不对 读什么读呢 我们用这个方法 假设我们后面学过ARM的话 或者说我们用假的汇编啊 怎么来看 LDR 我们把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A的地址啊 大家看 把A的地址通过一条指令 咱们读到寄存器里头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什么 这个寄存器啊 跟我们的100进行比较 如果比较怎么呢 如果要是比较相等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接着循环 对不对 所以接着循环怎么办呢 我们跳 这个跳我们用GMP啊 跳 跳哪呢 那就是我们一个标签好吧 那这个标签我们变一下 比如说这一行 我们给他定一个标签 比如说我们叫 这样啊 咱们叫 叫F1标签好吧 F1标签 这一行呢 我们叫F2标签好吧 这一行呢 我们叫F3标签 好 然后呢 你说这个地方 我们正常来说 是不是应该跳到F1 对不对 如果跳到F1呢 就是说当然这个GMP 有个条件啊 就是说你相等嘛 对不对 相等啊 相等 比如说你写个EQ好吧 写个EQ这样好理解 然后呢 你就跳到F1这 然后如果说 我们的是不等啊 就是说什么时候不相等 它是不是可以继续往下走了 那F4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MyLCD的一个执行效果啊 对不对 但这个地方怎么执行 会变我们不管啊 现在我们来看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这样翻译啊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这样翻译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 这样翻译好不好 首先来说 我们说从效率角度来讲 哪这些代码中 哪一行代码 或哪些代码 是最影响效率的 所谓影响效率 其实我们先有一个 有个潜意识啊 就是跟 只要跟内存打交道 一般都是慢 跟寄存机打交道 快不快都快 所以那很显然 大家看 F2这一行 很显然是什么 跟寄存器打交道 这个不存在快慢 肯定还很比较快 但我们的F1 大家看 F1又麻烦了 F1很显然 是不是跟一个地质的 值打交道 而且是内存地质 所以F1就很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想一想 那么F1 A有没有必要存在 就是说我们在这一行中 C元编辑就想了 你看你在这个循环体中 有没有对A进行任何的负质 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A可不可能发生改变呢 我们说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他就说 那我就这样 你既然这个A的值变不了 所以说呢 我每次循环的时候 我有没有必要 每次都从外界去读呢 没有必要 所以说这个时候 如果一旦编译器 把优化选项打开 打开过后 那么这一句话 就会跳改成什么 跳到F2 好 那这是他的优化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优化有没有必要呢 如果说这个A 只是个普通内存 确实 为什么 因为这确确实是个死循环 对不对 但是如果A 像A指向的这段地址 是一段什么 是一段我们的键盘 比如说外界的一个键盘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如果说我这个时候 在某些循环过程中 突然外界用户按下这个按键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100是不相等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已经把它 优化成F2这一项的话 那我A的改变 它会不会改变到 就是说A在外面 改变了 但是我的R0有没有告知呢 没有 因为你每次只是在循环R0 对不对 所以正常情况下 这个A 我们是不是每次在取这个A的时候 都应该先从外部的真实地址中取出来 然后再比较 然后再比较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A 如果不加这个Valet 那么我们就会编辑 如果一旦把优化选项打开 它就会按F2来变 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A 就是这种内存 这种内存很特殊啊 就是说对不对 就是说你不该 不是不像我们普通内存 对不对 那么这种内存呢 我们希望怎么呢 就要用Valet去修饰一下它 这样编辑就知道 这个A 这段内存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什么 简单内存啊 它可能它的修改 可能是外部来修改 而不是软件来修改 就这个A的内存 它可能是由外界来修改的啊 所以Valet呢 其实也是相当于什么的 限制啊 也不能叫限制啊 就是相当于也是修饰啊 变量 修饰变量的值 啊 的修改 可能什么的 不仅仅 可以 通过软件啊 那么也可以通过什么 其他方式 当然这其他方式很多啊 那么以后我们在学的过程中 还会看到 当然我们这 现在给的感觉就是什么 硬件啊 硬件外部的什么 外部的用户啊 比如摁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Valet呢 在我们嵌入式底层去修饰什么 呃 硬件的时候 几乎都要用得到啊 几乎都要用到这个关键字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有个初步认识就可以啊 初步认识就可以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